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胸闷 胸满 有时容易爱气 打嗝 或者是病人感觉到有一股气 从胃里面冲上来 如果有这种表现 那就说明这个病人现在是以气质为主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产生气机阻挫的原因有很多 有肝阴气质的 有痰阻气质的 有阳气不足而气质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清楚了 张仲敬在这里用两条方 用两条方 这个 来治疗以胸中气质为主的 这种胸臂病 如果它是偏重于痰阻气质 是结在胸中的 病人除了原文里面所讲的症状以外 胸满 闷 还有爱气 第三个呢 我自己临床上体会的 每当这种病人他睡觉的时候呢 就会感到胸闷会加重 或者会断气 那么这个病人呢 就偏重于气质 气质 痰阻 也阻了 那是偏于痴的 痴在哪里呢 痴在痰和气 有气质有痰 全终于痴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以气质为主了 那就是 这时 泄白贵之汤 这条方里面 他用刮捞 来宽凶 地毯 仍然有刮捞 这是血白贵之汤啊 仍然有刮捞 来宽凶地毯 但是呢 他用了这个 柜子和血白 主要呢 是要来通 先通阳气 先通阳气 同时呢 贵之 还有第二个作用 除了温阳通阳以外 还有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贫重降临 同学们大家不要忘记了 中药有很多是有双重调节作用 黄旗 黄旗 放生 也有相同的作用 贵之 他本来是通阳的 但是他又可以贫充降临 三寒论的贵之加贵汤 治疗这个奔腾气 是吧 这个 很多时候他都用贵之来贫充降临的 以后你们读到寒饮病篇的时候 也是用到这个贵汤来贫充降临的 所以这个药呢 贵汁呢 它有双重调节作用 易到人体的气机如果是上腻的 它可以贫充 易到人体的气机如果是下腺的 贵下谁 肾下谁 子宫下谁 这些有下腺的 它有提升的作用 生阳的作用 所以贵之解白通阳贫充降临 写下逆闯先 是吧 病人老是感到有气上充 是吧 再加上自食后果 来 理气善解 下气除满 消脾 你看 用很多形式的药 有宽 宽胸地痰的药 有温阳的药 但是都是针对它的气机 这个气是因为寒气 内节 引起的 那么如果是便宜吸症的 病人胸梦 这些气上腻 这些症状明显的 再加上呢 出现于 蛇蛋 胎白 有痰 胃口很差 不想吃 甚至胃腕部呢 也胀满的 又出现大便 痰 一天要两三次的 那说明这个病人呢 这个 胸中气节 胸满 血下逆床心 这个症状 气急涌舍的症状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要是脾胃 脾胃 脾胰不足 脾胸 就生痰 脾胃生痰之炎 是吧 你看它出现很多这些脾胸的症状 那么 痰气上涌了 涌在胸中了 就会出现胸中气塞的症状 但是它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脾胃脆弱 所以 对于这种情况 你就不要再用自食血白对止它 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参汤 人参汤 它有白足人参干草做成干浆 你们看这条是什么法 对 李中汤 实际上就是李中汤 那么 它有温中 助养 善寒 健脾的作用 所以 这条方里面人参白足干草是补于中气的 也可以健脾的 白足还可以除痰的 白足可以除痰 不要忘记了 脾胃健壮 因为它很能够造实 化痰 所以张细存在冲中参西路 它有一条方 是两位要的 一个是白足 一个是白足 一个是肌内经 可以治疗痰炎病 咳嗽气喘 痰多 就是利用白足来健脾除痰 除死 干江 温中助阳善寒 所以这条方呢 实际上是一个李中汤 也就是实用于心 脾 阳气不足 化痰 深痰 不论你是胃腕的疾病也好 心痛也好 还是这个胸臂也好 都是可以的 都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要抓住它的病机 来进行立法 进行立法 西症就要温中助阳善寒 根据病机来立法 所以我们开方治病 跟西医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我们开药 是针对病人的病因和病机 你如果对这个病人的病因病机 还不懂 还没有弄清楚 开出来的药是无效的 肯定无效的 西医呢 他千方百计都搞清楚这个病人是什么病 然后 用药呢 用药呢 张三 李四 王六 各个医生差不多的 他用药都是差不多的 最后入座的 有它的长处 但是也有它的短处 中医有中医的长处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要明白 验证论治 是起的临常疗效的 关键 关键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学好 验证论治 怎么学呢 第一 主要的这个经典著作的这个原文 你要说 方便辩证论治 第二 你要学一学辩证论治的方法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我可以说辩证论治好不好 占临常疗效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其次是药物的配武 配武方法 药物的配武方法 你诊断出来了 你药物配的不好呢 也会影响疗效 所以它占百分之三十 二十到三十左右 左右 就是配武的问题 要学会怎么配 你像这个病人呢 六十四岁 他主要是胸部梦痛 左胸骨厚 左胸骨厚 那就是心前期了 是吧 竭尽心前期了 显著 有时是隐隐作痛 半有 断气 心迹 神体乏力 脉细而弱 扬威 脉细而弱 那就是扬威 是胎呢 是薄膩的 甚至是止按 很多同学啊 在临床上一看到病人 甚至止按 老师这个病人很多医学 是不是有医学 是 确实是有医学 但是你必须要弄清楚 他的医学是怎么形成的 啊 是 为什么会有医学 是吧 根据这些脉症呢 诊断他是中气不足 中气是指什么中气啊 这里中气是指什么 心肺 即在胸中 即在胸中 出以喉咙 一失呼吸的这个中气 啊 隐入隐蔽以后 水骨啊 筋骨啊 分成两个嘛 是吧 即以胸中 出以喉咙 一失呼吸的那是中气 胸中之气 所以他认为他是中气不足 你看 神体 乏力 断气 心气 就是心气不足啊 中气不足 心是所养 脉脑阻折 不痛则痛 应该 应该 用这种方法 打动 补气 温养 养 养 化乙的方法 用 生晒生 甘酱 治甘草 白族 单身 钱瓜楼 陶人 杀人 吃了五剂以后 胸梦 忍痛的情况 已经解除了 就是活动以后还有一点短期 后来 改用这个 补气 养心 补肾的药 来巩固他的疗下 这个病人 如果给你来 去诊断 给他治疗 很可能会有很多同学 只看到他有胸痛 胸痛 胸梦的症状 于是刮捞蟹白 拌下汤 下去了 其他不管了 这个病人他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症状 那是因为他阳气不足 是吧 他为什么会有医学 摄子治安为什么 肯定是医学 医学是怎么来的 阳气不足 不能够鼓动血脉的运气 如果你单用这些化痰的 通阳的药 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一定要用温阳的药 是吧 所以你如果换句话 这个病人你如果不用伸 不用肝酱 你用多一点活血化 你要你看 看行不行 吃了他以后 吃了以后这个病人 他的短期可能会更加严重 因为活血化 淘仁 红花 酱香 单身之类这些是多了 伤血 败血 伤血 你不明白他医学的原因 滥用很多活血区域的药 那就会使到病人的症气更加不足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些 所以你看人参汤里面 他也用人参啊 干酱啊 是吧 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产生 跟胸臂的激励 为什么会有这个医学 那么学完了以上面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自食 血白 桂枝汤 跟人参汤 大家都是胸臂病 都有喘息 颗头 胸背痛 短气 都有心中脾 主要是 主要是 心中脾满 流气 解在胸 胸满 血下 逆敞心 就是不断有气上虫 这也是阳为阴险引起的 是谈 主 气 者 皆以胸中引起的 但是 自食 血白 桂枝汤正 他的正情是比较急 比较急 偏重于实证 堵塞得厉害 还同时呢 出现有富满 色胎厚腻 脉呢 贤而有力 同学们 这个脉险有力 不 临床上不一定是 甘气一结的表现 一定要跳出这个框框 经会里面说 脉险有力是阴寒内生 阳为阴险 所以必须要通阳善解 泄满降力 所以他是偏重于实证 而人生他是偏于西寒症 是素体呢 阳西中阳不足 除了这些症状以外 他还必然 会出现有四肢不温 脾健 短气 懒言 舌淡 脉偏 陈池 这些症状甚至会出现 变糖 饮食不证 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病人的症状 来诊断他是偏西还是偏死 分别使用人生糖和自食血白贵子糖 这两条方法都是很好用 我有一个病人是 什么病呢 他是 甲状腺肌能抗净 合并呢 这个心理衰减 注意 他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短气乏力 胸闷胸痛 特别是一到晚上 胸闷胸痛都更厉害 但是又经常搞到胸部很脏 胃腕部也很脏 经常爱气不想吃 吃一点东西就感到饱饱脏脏 老爱气 变糖一天三次到四次 这个病人呢 四肢是淡胖 四边有齿印 胎是白厚膩 白厚膩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虽然呢 是一个甲状腺肌能抗净者 可是出现了 心中闷痛的症状 那就是我们经历里面的胸臂 他除了胸中体色以外 经常感到有气往上涌爱气 是东西容易饱 又变糖又脾肩 发力断起来的 那么这个病人呢 我认为是一个中气不足 中阳脊弱 痰和气阻着胸中引起 他不断的有气往上冲 所以这个病人呢 用什么法呢 原则是补义心脾 温养健脾 还有行气化痰 用什么方号 要是你来你用什么方号 其实啊这个病呢 我两条方都用上去 四十血白桂枝汤 跟人参汤两条方都用上去 效果很好啊 很好 爱气啊饮食啊 体健乏力啊 胸闻胸痛的症状 明显的好转 可是有一个星期 我就没有去查法 他的主管医生呢 也是我们教员室的老师 他就换一条方 给他吃 然后呢他吃到就很不舒服 又看到他有心的衰竭呢 又给他用那个 用阳帝皇 用阳帝皇 帝国心啊 强心的 他吃了一次 感到心里面很不舒服 梦得厉害 也是每一次发来的 每一天发来的帝国心呢 他就把它放到柜桶里面 后来呢 这个主管医生 去查房 第二个星期查房 问他怎么样啊 他说还是那么不舒服啊 他说你有没有吃那些 那个半粒的低高鲜啊 没有啊 你为什么不吃啊 发病去骂他 你怎么不吃啊 医生给你的药 他说我吃了不舒服啊 后来骂了他以后 他病人的很不高兴 他走到院长那里去投诉了 他说我吃了一个中药效果就很好 但是他就不给我吃 啊 一个先给我吃 还骂我 在临床上呢 症状可以吸食加长 寒热臭臭 吸食并肩 我们一定要根据情况 来何方 或者是 这个分开 他偏重于吸震的 我们用人生桃 但是他两者都中 我们两条方都用 效果是很好的 这个是 第六条原文是 胸臂 胸中气塞断气 夫林性能干草堂主子 几支江堂义主子 那么这个呢是 引主气质的胸臂轻症 他偏重于又是偏重于气急勇塞 但是病人的主症是什么呢 就是 主症就是胸中气塞 断气 他不胸痛 老是胸 心胸好像有东西阻塞 不痛 断气 啊 气急急急出 那么产生这个症状的原因是因为 气质引主 啊 引主气质 肺位气急不力引起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他是偏重于 谈胜呢 谈比较重呢 还是偏重于气质为主 怎么 怎么 怎么变呢 如果他是谈为主的 肯定除了胸中气塞短气以外 他还会有感到 平时就感到很多谈 啊 不断有痰出来 这是偏一 谈隐为主 那么这个时候治疗 就应该是 利隐化痰了 是吧 就要用浮灵性能干草 因为他偏重于谈主 谈主才气质的 所以你就要用这条法 用浮灵来健脾 除痰 性能力废弃 干草 健脾 合重 也可以除痰 去痰 啊 所以中当重仅呢 给你两条方 一条是偏重于化痰的 另外第二种呢 是偏重于气 气质主塞 气质重于 谈的 那么他的主症 就是以胸梦为主 或者 病人感觉到呢 有气往胸中里面冲 堵塞胸中 胸中有堵塞感 有气往上冲 这个就是以气质为主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 以行气开胃 化痰了 用 脂 升降它 脂 是指脂皮 脂皮呢 它有何为 开脂 行气化痰足的作用 这个是主要 所以我们临床上用量呢 要注意掌握 如果它明显的是 气脂肌 是气质主塞了 你用到十颗或者是五颗 六颗的 脂皮是没有作用的 起码要用15克以上 15、20 行器、化痰 然后加上紫食、礼器、善解 再加上生姜 合味降力 生姜除了合味降力 除痰以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 还可以消什么 消水 小半夏汤 它用什么煮成 生姜和半夏 所以姜很重要 合味降力 上韩饮 所以张仲敬 出了两条方 给我们 让我们去显 平常上遇到 心中气 胸中气在短气的 你去显 严重一点的 我们还可以 用自食血白 贵子汤 不一定就用地质生姜汤 所以这条方 跟自食血白 贵子汤 可以 联合起来用 当它吸收得很明显的时候 一起用 效果更好 这个是 关于气晒的 轻症也是 胸壁的轻症 这个就是 胸壁病 那么通过这几条言文 三四五六 这几条言文 我们可以看出 张仲敬 治疗胸壁 胸壁的 产生的部位是在胸 他的用药有什么规律 没有呢 各种情况 他都要用的这个法 这个药 有没有 刮捞和泄白 是所有胸壁 他都用的 你看自食血白 贵子汤 他都用刮捞 所以胸壁 他多数都用到 刮捞泄白 那么下面呢 第七条言文呢 不用泄白 胸壁 胸壁 缓急着 一复之三处之 这条胸壁呢 它是用寒食 由于寒食引起的 寒食比较重 那么体现在病人呢 这个 胸痛呢 时缓时急 缓急就是 病人呢 有时痛得很厉害 有时呢 是很轻微 这个叫做胸壁缓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 阳气啊 跟寒食 寒痰 寒食寒痰都可以 两个互相竞争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人体的阳气 比较旺盛的时候 寒痰呢 寒食呢 就会消退 这个时候 他的疼痛会怎么样呢 缓解了 渐轻了 如果反过来 阳气比较稀弱 寒痰比较永胜的时候 他的胸壁病呢 就发作了 而且痛得很厉害 那么说明阳气不足了 所以他就出现呢 缓急 时缓时期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会出现呢 背部 经脉趋迹 的现象 说明他说明他有嗜血 必足经脉 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要 自罚 温阳 化石 缓急 止痛 用一一副止 三 这条方里面 他用泡腹子 大心大热的药 来温筋 回阳 因为他痛得很厉害 腹子有温阳 善寒止痛的作用 不单只可以止 胸痛 还可以止腹痛 还可以止 关节痛 甚至还可以止 头痛 凡是一切 寒血永生引起的疼痛 不可以 靠腹子 温阳善寒止痛 其次用一人 甘淡回寒 来除时 先臂 缓解 筋脉的 趋迹 痛到抽筋了 四肢 抽筋了 卵四肢都拦挤了 一方面有胸痛 痛到那个手都拦挤 抽筋了 这个是缓急的现象 这个时候用 用意义的效果是很好 它可以缓急 缓解筋脉的缓急 这个是它的作用 这个是关于胸壁的 心痛 第八条 心中疲 猪腻 心咸痛 贵之身将 自食汤住之 四肢胃腕痛 胃腕阴寒 水饮上腻 水饮上腻 刻意心的 这个心痛症 临床症状 就是心中疲满 疲满 是寒饮内流 气肌涌涩的现象 心下疲满 主要是指微挽呼 这里讲的 是指微挽呼 心下脏满 猪腻 不单止脏满 还不断的 有气肌 上勇 出现什么症状呢 恶心 呕吐 爱气 打嗝 要麻就呕吐 要麻就打嗝 爱气 跟心下疲满 和痛 心嫌痛 什么就是嫌痛呢 就是胃腕部感觉到 好像有东西向上 牵引一样的 向上拉 这样的痛 叫做心嫌痛 那是气肌上腻的表情 所以对于这种 胃腕痛呢 他的病机是上胶阳腻 寒气上腻 寒气上腻 所以要瘟羊 瘟充 化碾降腻 用桂枝 生姜 指示他 你看这里他就 不用刮烙蟹白 他也没有用刮烙蟹白 用桂枝 瘟羊 葱羊 还有 降腻 用身姜 善含瘾 降腻气 止呕吐 自私 消解除满 下气 开解 这几个药 很好 气急上腻 针对恶心 呕吐 和爱气 这些来用 这些我们在临床上 都是很多用的 这个是心痛 第一点 第九条原文 心痛侧背 背痛侧心 孤头侧舌子丸组织 那么这条原文是指 胃腕痛 属于阴寒固节 阳气虽微的 心痛 胃痛 病人的主要症状就是 感到 胃腕不痛 胃腕不很痛 很痛 强调一个痛症 我们知道 避震它有 痛痞 有行痞 有着痞 那么如果是以避震来看 痛得很厉害的 应该是寒臂还是着臂 应该是寒 因为寒邪收印 阳气不通 所以痛就很激烈 这种疼痛 它必然是很激烈 第二个 还兼有四肢不温 手足 绝腻 但是不一定就喜温喜暗 喜温但不一定喜暗 注意 大虚中有十下 阳气很虚落 它不一定就喜暗 有的是聚暗 我们讲 学到富马寒山素食病篇 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这个 痛净 巨暗 四肢不温 脸色苍白 这种胃痛 引起后背也痛 心痛是否 这个心痛痴背是胃腕部疼痛 引起牵引到背部痛 而胸臂的胸痛痴背 它是胸中疼痛 引起背部疼痛 位置不太一样 它是胃腕痛 所以对这个寒邪永胜的 我们必须要温阳善寒止痛 无头痴尸子 用这条方来温阳气寒 顿足淫血 我们来看这条方 它里面有无头 腹脂 你看 这两个药是同一 同一棵树的药 无头是中间 你们见过那个鱼头 没有 我们吃过的鱼头 中间那个大的是属于鱼头 旁边那些小的是属于腹脂 你看这个病人 腹脂腹脂同用 说明阴寒很深 再加上穿胶 塑胶 干姜 大新大热 温阳 温阳 逐寒止痛 这种病人可以痛到他 讲话都不会讲的 那么这个是重点在于温阳善寒止痛 然后他加一个赤色紫下去 赤色紫是温色调中 塑炉阳气的 因为这些药的心温就发散 怕他心善太过 所以他用赤色紫来 来塑炼 不要太过 不要善得太厉害 然后用蜜汤 然后用蜜汤来 第一蜜汤有和缓药力的作用 就是这些和缓药力的作用 其次蜜汤它可以治乌头和父子的毒性 所以蜜汤要跟乌头父子要一同间的 它可以解乌头毒 可以解父子毒 又可以延长止痛的时间 所以蜜汤在这里是佐死药 所以开出一条方 哪一个是为菌药 哪些为成药 哪些为佐死药 我们都得明白 用量也要注意 佐死药的用量你不要用得太多 所以这个治疗胸壁心痛 我们就根据原文所讲的 但是这个心痛在这里所讲 都是由于阴寒泰盛引起的 我们知道胃蜗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的 可以参考后世的一些辩证方法 来完善我们对胸心痛的治疗 好 怎么办